女人常常都会怀疑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,还是说只喜欢自己的身体,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伤害,害怕爱错了人,其实想要打消女生的顾虑,你只要好好地呵护她,给她安全感,就足够了,她要的并不多。 女人都希望自己心爱的男人,能恰到好处地想到自己的内心所想,而且女人有三个地方,最渴望被人抚摸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,变心是本能,忠诚是选择,很开心你能来,不遗憾你走开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心灵奇旅》。 一,男欢女爱时,女人最愿意被抚摸的三个地方,尤其第三个,一女人的腰。 腰是最能体现女性阴柔一面的地方,也是她们身上比较敏感,天生喜欢被抚摸的地方,一般女人都是喜欢被搂腰的,搂住了女生的腰部,就等于进入了她的心。 女人心里会很感动,也能很亲切地感受到你对她的爱,只有对自己爱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,而且这个动作也象征着战友,是女人特别爱的一种动作,当你轻轻抚摸上她的腰,她会自然而然地就靠在你的怀里。 二,小腹,对女人来说,小腹是所有痛苦的发源地,每个月女人都会来月经,这个时候不仅小腹有不适感,而且身体也虚弱,给她揉一揉腹部,就会大大增进她们的满足感,让她们的心理生理同时得到安慰。 这也是作为伴侣应该做的事情,好好呵护好她,这样能够让你们的感情更加坚固,对方也会越来越离不开你。 三,碰触激情的部位,男欢女爱运动向来是男女交往,需求最大的,它能让双方感受到真正的身心交融。 男欢女爱是解决夫妻矛盾分歧,最有效的方法,也是男人迅速征服女人的最有效的办法。 如鱼得水的运动,使人健康快乐,也是男女恋爱的基础和基本方针,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加天然地走得更近。 感受最好的身心交流,也能化解很多大大小小的矛盾。 感情的病,只需要打一针就好了,如果不好,就多打几次针。 二,中年女人默许你触碰这些东西,摆明是看上你了。 大多数时候,女人表达爱意的方式都特别含蓄,她们也会故意把内心的爱藏起来,生怕被对方察觉出端倪。 的确,女人年轻的时候本身性格上就容易害羞,而且内心对于爱的认知也不全面,也会担心被欺骗和玩弄感情,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表现。 可当女人步入了中年之后,她的心思就没有那么难猜了,一方面是女人已经看透了爱情。 了解自己需要的爱情是什么模样,另一方面就是性格上的变化,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的谨慎和害羞了。 因此,男人面对中年女人的时候,完全可以通过一些细节去感受她的内心,尤其是她在不经意间释放出来的情谊,用心去察觉肯定会有所收获。 通常情况下,中年女人默许你触碰这些东西,摆明是看上你了。 依她的过往和未来,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过往和未来,但这些都是属于自己的东西,很少会有人把它分享给异性,自然也不会允许别人的触碰。 可对于中年女人来讲,看上了一个人之后,就会默许对方去触碰自己的过往,甚至还会主动去分享过去的一些事情,比如说情感上的过往,把自己的感情史告诉对方。 最为关键的是,她还会和对方谈论自己关于未来的规划,并且愿意倾听对方的意见,其实说白了就是想让对方感受自己想要表达的感情。 中年女人在感情上是很偏心的,一旦看上你了以后,就会默许你去触碰她的过往和未来,可若是没有看上,就算你主动去触碰也会遭到拒绝,最后你们甚至连异性朋友都没了。 现实生活中,中年女人就算在开放,对待感情在不用心,也不会把自己的过往和未来分享给认识的异性。 所以,这就是你在她心里的特殊性,千万别傻傻不清楚。 二,她的隐私生活,隐私生活是一个人最大的秘密了,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讲,几乎就不可能默许任何人的触碰,即便是自己的家人。 对于中年女人来说,虽然她们对于隐私已经不那么在乎了,但也不会轻易允许异性的触碰,除非是真的动了感情之后,否则任何人都很难触碰到。 可一旦你有机会触碰到了,而且并没有遭到女人的拒绝和反对,这就说明你在她心里的位置很特殊,若不是对你动了情,她也不会对你敞开心扉。 要知道,隐私生活是特别重要的存在,如果她允许你触碰,那说明她除了对你深爱之外,还很信任你,可见你在中年女人心中有多么的重要。 因此,当一个中年女人默许你触碰她的隐私生活,别再犹豫了,她就是已经对你动情了。 三,她的身体,中年女人的动情,身体表现得非常直接,毕竟女人到了中年之后,矜持和害羞已然不复存在了。 当然了,身体并不是指女人和你发生关系,而是她会默许你和她有肢体上的接触。 要知道,女人对于身体还是很在意的,别说简单地拥抱了,就算不小心触碰一下都会让她对你产生厌倦的心理,在没有得到她的默许之前,你想靠近,她都很难。 女人到了中年之后,很清楚自己需要的爱情是什么模样,不会再盲目地去选择爱情,可一旦遇到了也不会轻易地错过。 所以说,中年女人默许你触碰自己,完全是因为对你的认可,这时候你就该明白,她已经动情了,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机会。 不得不承认,当中年女人对你动情之后,你会发现她对你的态度会发生很大的转变,尤其是在以上这三个方面,会默许你的触碰。 只要你用心去观察这些细节,就一定会发现中年女人动情的事实,这时候你就该主动去把握机会,别轻易让她从你的身边溜走,否则会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份遗憾。 作为男人,可别只学会了看透女人的心思,而不懂得主动去捅破这层窗户纸,只有鼓起勇气去追,才能成功抱得美人归。 而追求女人的时候,我们也要注意别去踩她的底线。 三,女人有三个底线,千万不能碰,如果碰了,女人的爱就消失了。 一个女人的三个底线,作为男人千万不要去碰,如果碰得多了,她对你的爱可能就会消失了。 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吧。 第一,千万不要去无视一个女人的猫性。 当一个女人付出权利去爱一个男人的时候,她的所有猫性就都会被激发出来。 比如说,她一天二十四个小时,几乎可以说有十多个小时,她的脑子里,她的心里都是由你在参与的,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想要去找你。 有一点点的空闲时间就想黏着你。 说白了,当一个女人她毫无保留地在你面前展露她的猫性,而你的心里却觉得她只是会粘人,会觉得烦,那么她完全可以做到精神独立,经济独立,一点都不需要你。 她对你展露猫性只是因为她太爱你,太在乎你,话说回来,如果她心里隐藏了这份对你依恋的态度,对你不再有猫性了,那么也就是她不再爱你的时候了。 毕竟一个女人完全可以做到所有的独立。 第二,不要把女人当成草,不懂得珍惜。 女人不喜欢一个人,可能多说一句话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,但是她如果真的爱上一个人,不管是有多小的事情,不管她有多忙,她的心里都想要马上去和你分享,如果你觉得得到她之后就可以忽冷忽热,或者说是不在乎,那你就彻底错了。 你觉得她对你的好是应该的,是理所当然的,那她温柔的另一面就是绝对的无情。 一旦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,是很难再爱上别人的,如果变心了,那只能说明,在你的心里,你根本没有把她当成宝,而是当成草一样的对待。 第三,不要让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望。 你伤害了她,她可以一笑而过,也可以视而不见,她可以因为爱你而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,但是如果你以为她是真的天真,真的好虎,真的是她傻,那你就太低估她绝情的一面了。 当你给她的承诺,一次次变成只动嘴,而没有行动,当你答应的事情,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,当她害怕你去做什么,你偏要做什么,当她给你机会,你每次都会犯错,不计警钟,觉得只要轰轰她就会好,当她要你的陪伴,心里需要安慰。 你都说是她做是她闹,这些细节,她都会在心里默默地记住,增加她离开你的动力。 当一个女人的失望积攒得多了,你能看到的就只有她绝情而冷漠的那个面孔了,其实男人所有的不重视和对女人忽冷忽热的背后,都是仗着女人爱你,你才会有这样的肆无忌惮无视她的勇气。 当她不爱你的时候,你的所有和她已经没有关系了,你们的关系也就终结了,所以男人一定要学会好好珍惜女人,在乎她的感受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大家